好 不忘书新 考虑一下灭两战 流量战 你看他那个急得有 话都没说完 战都不战 马上就蹭地往前走 你不是做咨询吗 怎么把他灭了呢 来 有请立浩洋 李勋 谈钱不算感情 怎么又变得7000了 你就加了2000是吧 我加了2000 好 为什么要加2000 因为我觉得这个小户 是我来分你这么长时间 打得这么狠 但是对我丝毫不记恨的人 他一点你看 我可以说两点吗 第一 我特别喜欢你的创业经理 和你的就是想法 真正想搞笑语 第二个我喜欢 这俩互相吹捧 对然成风 后一点那边还有一个李总呢 对吧 你不要 你们俩没有他了 他已经不存在了 就在你对面呢 对 加公司 我们希望选手拿得越多越好 但他这样突然又加2000 脱离行似乎对于职场不太好 浩洋 我觉得老板任性是一个本能 当老板就很任性 但是呢 你定这个工资的时候 你只要考虑公司 你公司有几千或上万人 实习工资是否就真的是7000 是你的实习工资 是他起到一个标关作用 而不是一人设岗 一人订工资 要这样的话 老板就太随意了 对不对 没原则 东哥 我看法跟你相反 在这个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是最不任性和随意的一个人 我给的任何一分钱都是有道理的 他自己原来做过创作业 本来是不错的 我唯一对他的担心就是老是想的太多 不能脚踏实地 在这个时候我要问你的同学 同学的客观的观点 你是学人力资源的 未来会做人力资源 你对丽浩阳 丽总这样的理由 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丽总其实是挖掘到了 我同学很潜在的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做销售是要欺而不舍的 就是要厚着脸皮 达到目的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丽总其实是 对于薪酬是把控得不错的 当然接下来如果谈合同的时候 也要具体看一下 到底他签的是劳务派遣 还是劳动 还是具体什么样的协议 因为七千的这个薪水 我们还是需要去具体看一下 都是什么构成的 这是他的权利 对不对 但我们记住这一笔 好不好 我的印象当中 实习期拿工资销售 七千底薪非你莫属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好 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了 没有 来 最后十秒做出你的选择 崔生生 松鼠AI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松鼠AI 打个招呼啊 好好看 我下来的第一感受是真的刺激 就是真的 如果真的 如果你真的想来非你莫属的话 就来吧 你和12位BOSS们唇枪舌战 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利总最终给我一个超出市场价的价格 我觉得第一是对我自己的一种 对对我的认同 也是对我的看好 我愿意去松鼠AI实现自己的价值